据说有人为了偷渡制造了一个超级弹弓 将人成功抛射到了180米的国外 并且还精准地落在了垫子上 探词荒谬的刘烟难道真的不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组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弹弓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进行小型测试 以此来确定所需的材料和尺寸 为了找出弹力最大的材料 吉米找来几种比较常见的弹力手 并用可升降的工作台作为指甲 因为它夸张的重量能让实验结果更加稳定 而亚当则用千球制作了标准重量的投掷物 然后偷偷用吉米的手套做成了弹射台 接下来他们来到室外 将弹射角度调整为45度 并标记好释放点 通过对不同材料的测试 他们得到手术引流管发射千球的距离最远 但后拉的距离也是最长的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他们决定增加引流管的数量 这样就能以较小的后拉距离达到相同的弹力 而经过测试 当引流管拉长超过原来的5倍时 就会发生断裂 并且产生的拉力达到了150磅 下面他们利用球门制作了一个弹弓 并且两侧都既有两根3米长的引流管 而为了确保引流管不会断裂而伤害到人 他们给弹弓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然后将一颗8公斤的千球固定在弹射台上 可在发射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由于千球被弹射台缠住 导致这次发射差点牺牲了一位摄影师 为了将千球顺利发射出去 他们换成了摄影机带 这次成功将千球发射到了23米外 但千球的重量只有人体的十分之一 想要将人发射到180米距离 至少需要12000磅的拉力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世界上用人肉炮弹发射的世界纪录为60米 换算下来只需要40根3米长引流管的拉力 那他们又能否做出这么大的超级弹弓呢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通信铁塔制作成为自行 并用一排绳索固定支架 紧理把回收的帆布和钢管用绳子缝合起来做成弹射台 在吊车的帮助下 两人将支架安装好 但交叉的绳索高度达到了7米 所以在实验时他们必须调整好角度 以避免撞上绳索 最后他们将引流管固定在支架上 史上最大的弹弓就完成了 可关键时候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礼貌地请出一个25公斤假人小孩 并决定先拿这个小孩练练手 而为了实验的安全 他们将假人固定不动 以吊车绕过弹弓往后拉绳子的方式进行发射 虽然假人被发射了40米远 但由于被弹射带卡住 导致假人没能及时飞出 从而提前滚落下来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实验方案 并且换成75公斤的假人 他们将假人以最舒服的姿势固定成球形 这样就不会出现被卡住的情况 那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这次假人提前滑出了弹弓 最后落在了距离64米的位置 虽然打破了人肉炮弹60米的世界纪录 但根本无法精准落在垫子上 所以想靠弹弓偷渡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二战时有个倒霉鬼从飞机上掉了下来 当他要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屋顶时 刚好站内发生了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缓冲了坠地的速度 最终他幸运地落地并摆了个POSE 为了验证爆炸冲击波是否能降低下坠速度 托瑞和凯莉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测试中将用汽车安全气囊代替炸药 并且使用千球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千球下落的速度 凯莉在上面贴了不同规格的震荡感应片 通过查看感应片断裂情况 就能对比千球落地的冲击力大小 但实验需要两人配合默契 而通过多次尝试 始终没能让爆炸与千球的下落同时发生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并且在屋顶上放置了一块玻璃 以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情况 重新布置好后凯莉再次释放了千球 这次气囊在千球落下的同时发生了爆炸 将玻璃炸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散 但同时也将感应片弄坏了 这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感应片来对比千球的下落速度 为此他们在不引爆气囊的条件下再次进行了测试 通过高速相机的对比可以看到 两次千球落地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显然爆炸并不能减缓下落的速度 并且爆炸产生的玻璃碎片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亚当依然相信留言中的士兵活了下来 因为他怀疑测试中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用450公斤炸药进行实验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缓冲下落的速度 首先亚当根据当地的建筑特色设计了火车站 而吉米则用钢条焊接车站的框架 并在屋顶上覆盖了54块玻璃 随后他们找来一个巨型铁桶 并在里面塞满同等剂量的炸药 以此来模拟炮弹达到相同的爆炸效果 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用假人来代替倒霉的士兵 为了能把假人精准地丢在屋顶上 实验时将用氦气球来代替飞机 并把坠落高度调整至150米 因为这个高度足以让人达到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人在下落过程中 克服阻力达到的最快速度 最终假人会沿着导线掉落在装有炸药的车站 看爆炸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坠落速度 当气球充满氦气之后 吉米割断了固定绳索 但巨大的胜利直接扯断了连接假人的线纜 差点就将吉米带上了天 重新绑定假人之后 他们再次释放了气球 当假人上升至150米高度时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地点 随着倒计式归零 他们释放了高空的假人 在倒数6秒之后 炸药发生了剧烈爆炸 并且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那么士兵真的能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吗 后来他们在现场查看时发现 被炸飞的钢条像领带一样缠在了树上 这足以证明爆炸的杀伤力 如果人要是掉落在爆炸的上方 估计连扎都不剩 所以爆炸冲击波是不可能缓冲坠落的速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汽车在高速行驶中遇到刹车失灵时 切换成倒车挡就能紧急刹车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向朋友借来了两辆全新二手汽车 并决定瞒着朋友在急速行驶中强行挂倒挡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对比测试 分别让自动挡和手动挡汽车 在时速80公里时极限刹车 看正常刹停的距离需要多少 首先格兰驾驶自动挡汽车开始加速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他猛地将刹车踩到底 果然不是自己的汽车不肉疼 强大的摩擦使轮胎冒出了轻烟 通过测量得到自动挡汽车的刹车距离为20米 随后托瑞驾驶手动挡汽车开始了测试 并且在相同时速下紧急刹车 而这次的刹停距离则达到了25米 那如果切换成倒车挡 真的能让汽车更快刹停吗 接下来格兰启动自动挡汽车再次进行了实验 当时速来到80公里时 他快速将挡位切换为倒车挡 可这时汽车完全没有按套路触牌 尽管倒车灯已经亮起 但汽车依然向前滑行 直到690米外才停止下来 可见自动挡汽车在行驶中切换倒车挡 并不会有刹车动作 那手动挡汽车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下面托瑞再次启动了手动挡汽车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托瑞长适切换倒车挡 这时汽车的变速箱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 并且不管托瑞如何用力 挡位都不能挂上 同时汽车也偏离了轨道 为了避免事故 托瑞只能踩下了刹车 显然不管手动还是自动挡汽车 根本无法用倒车挡来实现刹车 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千万不要尝试切换倒车挡 否则可能会车毁人亡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古朝鲜发明了一种远程火箭 他们一次性将200只火箭发射至450米远 并且在击中敌人后会发生爆炸 可这到底是他们一迎出来的 还是确有其事呢 为此刘烟祖决定亲自打造这样的火箭 于是托瑞用竹竿做成了舰体 然后在舰头和舰尾分别安装尖锥和鸡毛 而格兰则往硬直管内填装了黑色火药 并用纸包裹固定在舰体上 之后他们来到一处空旷的填底 为了测试火箭的发射距离 他们用泡沫假人在450米处的地方做好了标记 然后托瑞点燃了火箭的引线 可这时火箭不但没有飞向天空 反而原地发生了爆炸 托瑞猜测可能是填装的火药不够紧 于是他们改进了火箭的制作方式 并用锤子将火药敲打紧实 等重新制作好火箭之后 他们再次点火进行了测试 当引信被全部烧完 火箭果然向前冲了出去 但最终只落在了260米远的位置 而为了让火箭飞得更远 格兰将两个火箭串联绑在一起 做成了二级火箭 也许这样就能让飞行距离翻倍了 等托瑞重新点燃引信 这次火箭直接冲上了云霄 并且在500米远的上空发生了爆炸 可它爆炸又能否对敌人造成致命伤害呢 为了测试火箭的杀伤力 格兰将火箭直接插进捡来的猪屁股上 然后以远程控制的方式点燃了引线 随着一声爆炸 猪屁股竟然直接被炸开了一道口子 显然如果是从远处射进了敌人的体内 这样的爆炸威力肯定会造成致命伤害 有了理论的支撑后 刘烟祖开始制作火箭车 目光出生的托瑞很快就按照图片做出了仿真体 可它真能一次性发射200只火箭吗 下面他们来到了爆破场开始正式实验 并在450米外安排了50个泡沫甲人 看200只火箭能给敌人造成多大伤亡 而为了让所有火箭同时发射 他们将全部引线连接在一起 等所有人躲在了安全位置之后 格兰点燃了火箭引线 随着一串串火蛇喷出 200只火箭陆续发射了出去 并在目标区域形成了火箭弹幕 虽然最终并没有命中任何一个假人 但如果面对的是敌人的千军万马 只要火箭的数量足够多 那一定能击中敌军中的倒霉鬼 据说有个倒霉鬼被楼上掉下的玻璃劈成了两弹 可高空坠落的玻璃真的能将人一分为二吗 亚当和吉米为了验证这个留言 他们本想抽个幸运粉丝参加实验 但没有人愿意为科学献身 所以他们只能用凝胶制作一个假人模型 为了让模型具有人体的韧性 吉米将聚以吸材料放在模具中 同时还在里面加入了红色墨水 这样当假人被玻璃劈开的时候 就能模拟出血花飞溅的效果 然后亚当将融化的凝胶灌入模具里 等12个小时凝固之后 有血有肉的假人就做好了 随后他们来到了消防训练中心 而这里的建筑高度达到了23米 可从天台丢下去的玻璃 真能将人劈成两半吗 接下来他们弄来了高空建筑常用的钢化玻璃 并且它的厚度达到了1厘米 然后在云梯的帮助下 钢化玻璃被运到了天台上 等楼下的假人准备好之后 他们将玻璃丢了下去 可就在击中假人的前一秒 玻璃突然出现了翻转 导致假人幸运逃过一劫 为了让玻璃精准命中假人 他们在楼顶安装了固定支架 并在地面与支架之间连接了两条钢纜 这样玻璃就能沿着钢纜的轨迹砸中假人 当玻璃重新就位之后 锦里按下了释放按钮 这时玻璃笔直砸在了假人的头部 虽然体内的墨水喷溅了出来 可并没有将假人劈成两半 但如果现实中落在人的头上 肯定会有一点疼 亚当认为是玻璃的边缘不够锋利 于是他们换成了普通的平板玻璃 并且用锤子将下角修剪成锋利的毛边 也许这样就能成功把假人劈开了 之后他们再次从楼顶释放了玻璃 这次玻璃顺着钢纹急速坠落 直接将假人劈成了两半 而在慢镜头可以清晰地看见 玻璃精准落在假人的肩部 然后锋利的边缘快速劈了下去 可见高空抛物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据说有个倒霉鬼在开枪的时候射偏了角度 结果子弹不但没有击中目标 反而经过三次回弹后送走了自己 可这种情况在现实中真的可能发生吗 为此留言组决定用实验进行验证 于是亚当弄来了三片钢板 并分别按照90度夹角固定在台面上 实验中他们将用手枪沿45度角向1号钢板发射 理论上子弹会以90度回弹射向2号钢板 然后经过三次回弹后击中枪口位置 为了校准钢板的摆放角度 他们用镜子和激光进行了调整 随后亚当将吉米的牌位摆在了手枪旁 以此来充当开枪的倒霉鬼 但这让吉米忍不住口吐芬芳 同时为了观察子弹的运动轨迹 他们在钢板表面贴了一张白纸 等吉米往手枪里安装了钳弹之后 他们在防暴室外拉动了开枪的绳索 可子弹在击中1号钢板后并没有回弹 反而变成了碎片射在旁边的木板上 显然钳弹是不能产生回弹效果的 于是吉米搞来了全金属外壳的子弹 而这种子弹的外表被铜完全包裹 等吉米重新布置好道具之后 亚当再次扣动了扳机 可这次子弹依然没有回弹 而且金属外壳也已经完全爆裂 为了提高子弹的硬度 亚当找来了硬个钢制成的滚珠 并且将它装进了弹壳中 因为这种材质比钢板的硬度高很多 但这次又能否连续回弹了 终于在子弹激发的瞬间 2号钢板上出现了弹痕 同时子弹还击穿了吉米的手指 但之后他们通过勾骨定理计算得到 钢珠击中吉米时的速度只有32米每秒 显然不会对人造成致命危险 亚当认为实验的钢板太硬 导致每次回弹都损失了大部分能量 也许换成质地较软的钢板就能达到实验效果 而且被同包裹的子弹远比太硬 这样子弹击中钢板就不会碎裂了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测试子弹的偏转角度 等布置好测试道具之后 他们朝着钢板开了一枪 可尽管子弹沿着42度角回弹后 击穿了旁边的木板 但偏转后的速度却只有52米每秒 显然用钢板是不能造成致命伤害的 于是吉米决定用水泥砖进行测试 因为这种材料软到能让子弹陷入 并且也是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 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子弹回弹时的能量损失 亚当将入射角度调整至22.5度 也许这样就能让人开启了 而当他们对着水泥砖扣下扳机时 子弹不仅在回弹后击穿了木板 而且还能保持148米每秒的速度 但让子弹偏转三次后又能否送走自己呢 接下来亚当准备了三块水泥砖 然后按照22.5度的入射角固定在台面上 按照之前测试得到的数据 子弹会依次击中三块水泥砖 并且在回弹后打掉吉米的排位 随着亚当拉动开枪的绳索 这次子弹竟然成功经过了三次回弹 而且还顺利击中了吉米的心脏 但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子弹在第三次偏转后速度明显变慢了 以至于击中吉米时只有60米每秒 所以留言中的说法根本就是扯弹 可尽管子弹经过三次回弹后不会让自己开启 但大家也不要随便尝试 据说如果往转动的电风扇里扔爸爸 就会出现使花四剑的效果 并让周围的人与路均沾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留言组决定这次豁出去了 首先他们向评论区的粉丝们收集了一桶热箱 但由于没人愿意被喷一脸的爸爸 他们不得不使用仿制爸爸进行实验 亚当小心地盛上一碗热箱 经过仔细研究 两人分别测试出爸爸的密度 压缩性和粘性 在得到这些数据后 吉米开始制作仿真便便 他将淀粉和玉米粉混合加水搅拌 然后加上菜籽油 为了使手感更加真实 吉米对爸爸不断进行揉捏 就这样 除了气味上有些许差别外 基本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而在量产的时候 他们加上了食用色素 以方便实验的观察 通过管子挤出来后 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蓝翔就出炉了 接下来他们搭建了一个白色环形围墙 而中间放有一台风扇 实验时他们将对着风扇投掷爸爸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白色围墙都会见满蓝色的爸爸 随着倒计时的进行 亚当抓起一坨爸爸就扔了过去 然而由于保护罩的作用 只有很少量的爸爸被扇叶机打甩了出去 也没有达到使花飞溅的效果 于是他们拆掉了风扇的保护罩 这次又能否看到漫天飞舞的壮观景象呢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爸爸直接粘在了扇叶上 显然这种小型风扇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所以亚当换来了全金属的大风扇 这次的效果又会如何呢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场面明显比之前壮观了不少 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两人决定改变实验方案 如果用更稀的爸爸 是否就能达到使花飞溅的效果呢 下面亚当用弹弓打造一个了爸爸发射器 并改进配方生产出更稀的仿真爸爸 这样挤出来简直和冰激凌一模一样 将风扇周围的白墙分为四个不同区域后 亚当开始向风扇投掷爸爸 很明显这次的效果比之前好很多 至少每个区域都不同程度遭到了波及 由此说明朝着风扇扔爸爸 确实能让周围人与陆军站 为了让场面更加壮观 接下来他们来到海军基地的飞机库 决定用更强劲的工业风扇大干一场 同时在风扇的四周摆放了八个粉丝模型 然后几米化身铲屎关 抄起一铲子爸爸就对着风扇拍过去 在200瓦风扇的加持下 爸爸被甩得四处飞舰 无论是粉丝还是摄影师 全都无疑幸免 真正做到了与陆军站 甚至最远地被飞到了40英尺弯 很难相信如果是真的爸爸 场面会有多失控 然而实验还剩下两桶爸爸 于是亚当再次找来更大的工业排气扇 并决定从正面和上面双管旗下同时发射 这次亚当幸运地尝到了爸爸的味道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不要在家尝试 大家想看什么奇葩实验 请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干了 你随意 我是探索哥 咱们下期见 据说如果将飞机放在传送带上 只要传送带与飞机的起飞速度相同 并且方向相反 飞机就能在上面飞起来 但很多大聪明就不这样认为 因为飞机和汽车一样 传送带向后的速度 与汽车向前的速度会相互抵消 所以飞机会保持原地不动 可到底哪种结论才是正确的呢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烟祖决定首先进行小型实验 于是亚当向格兰借来了遥控飞机 但为了避免飞机被他们糟蹋 格兰还手把手传授了飞行技巧 而吉米则倒来了一台跑步机 并将参数设置成了小飞机的起飞速度 然后他们将飞机放在了传送带上 可由于轮子太轻的缘故 飞机很容易就偏离了路线 导致车轮总是卡在缝隙里 于是亚当用手轻轻稳住飞机的尾部 同时吉米加快了跑步机的运行速度 等飞机稳定下来之后 他们才启动了发动机 但这时飞机却从侧边栽在地面上 随后经过多次尝试 他们终于将飞机加速到了起飞速度 但由于跑步机长度不够 导致飞机没能成功起飞 为了实验的继续进行 他们改变了测试方案 并决定通过拉动牛皮纸来模拟后退的传送带 但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测试遥控飞机的助跑距离 于是亚当在地面贴上了相同距离的标志 然后吉米从原点按下遥控开始起飞 从高速相机计算得到 飞机需要在地面加速6米才能达到起飞速度 之后留言组根据这个数据铺设了牛皮纸 而亚当则拉着纸张开始向后移动 随着吉米操控手柄进行加速 这次飞机竟然成功在纸上飞起来了 可见从理论上来说 飞机是能够从传送带上起飞的 但如果用真实飞机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为此留言组用超能力搞到了一架轻型飞机 而它不足200公斤的体重 能在一分钟内爬升370米的高度 但为了测试飞机的起飞速度和距离 他们在地面用锥筒布置成测量的参照物 然后在吉米的指挥令下 飞机以40公里的时速从26米的位置起飞 接下来他们决定用防水部代替传送带进行实验 并且会让皮卡车以40公里的时速向后拖动 看向前行驶的飞机能否成功起飞 但在铺设防水部的时候却出现了意外 由于现场刮起了阴风 导致防水部无法铺平在地面上 聪明的亚当想要稳住布料 却没想到帮上了道忙 最终他们只能改变实验的时间 并在第二天早上重新进行了铺设 同时工作人员趁机将飞机推到防水部的起点上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正式开始了实验 随着亚当的一声令下 吉米驾驶汽车与飞机朝着相反的方向加速前进 当两者的时速都达到40公里时 飞机竟然奇迹般飞起来了 虽然防水部的速度与飞机一致 但飞机依然能够向前行驶 进而达到起飞速度 这是因为飞机与汽车的前进方式不同 汽车主要通过车轮的摩擦向前行驶 而飞机则是依靠螺旋桨提供推力 并且轮子是可以自由转动的 所以不管传送带如何运动 都不会影响飞机的速度